又是一個早安 爆時現在是凌晨4點鐘 4點還可以這樣 全靠奶茶 所以Samsung發布會就在剛剛3點鐘結束了 我就花了一個小時時間整理了這一支 懶人包影片 熬夜這種東西留給我啦 我幫你們看 這次Samsung就跟去年跟前年 其實前年一樣發布了三台全家夫 S23 S23 Plus 還有S23 Ultra 還有三台Laptop 沒有錯 Samsung出他們的Galaxy Bud 3系列Laptop了 我雖然想到我 上一次用Samsung的Laptop已經是很多年前 N年前的事情了 OK 先來講手機 重頭戲S23 Ultra 最貴的1TB版本 竟然要7199 最便宜的也要5699 這個價錢哦 跟iPhone哦 真的是阿棒阿對 到底誰比較貴 所以你這個價錢 Samsung也給了很厲害的東西啊 就是200MP 2億像素鏡頭 2億有什麼用呢 就是給你拍了照片之後 可以zoom到很大 還是很清楚的 給你後期crop出用 但是缺點是什麼呢 就是一張照片的隨便哦 只要刺你560MB 所以 如果你要用這個2億像素鏡頭的話 Please 你們去買最大GP的版本 S23 Ultra 最大的是1TB 7000以後 覺得爸爸媽媽呀 我賺你 8K Video的話 就從24幀升級到了30幀 夜拍能力也因為處理器有了提升啦 前置鏡頭的話 就有一點點好笑了 就是明明哦 S22 Ultra 是40MP的 它突然來一個大降級 變成了12MP 竟然有這個超級 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這次S23的全系列都統一 變成了12MP 這樣如果從經濟學生產與供應鏈的角度來看的話 這個叫做 SENCOS SENCOS又沒有賣比較便宜 這樣是不是賺我們多一點 外型上面大突破 就是沒有突破 跟上一年的S22 Ultra 可以說是一模模一樣樣 一樣是直角邊 一樣是6.8吋屏 一樣是5個洞洞沒有這個模組 有一句話不懂你們有沒有聽過 沒有 有 哪一句 要永遠相信三星的屏幕 雖然看上去跟上一代是沒有什麼太大分別啦 但是SAMSUNG 成為世界第一的手機屏幕製造商 一定是把好料留給自己的嘛 S23系列用的就是 Corning Gray啦 Victor's Glass 粗玻璃 就是比較nice 比較耐滑 處理器上面Snapdragon 8 Gen 2特製版 意思就是說 這個處理器是專門 為了Galaxy S23系列打造的 是在這個處理器上面 特別做了一些手腳的 是它獨有的 但是大家不要驚慌 不要驚訝 這個是Snapdragon 一向來的合作手段來的 說不定哦 過了半年之後 你會看到有一個特製版的 做給Vivo的 做給OPPO的 做給realme的 但是我們現在講回這個芯片先 它的厲害程度啦 據說是有起來最接近 甚至是GPU可以超越 蘋果A1600那個這個芯片的 但是 實際上還是要用過才懂 哈哈哈 電池 5千毫安 配上一個45W快充 你覺得45W是不是很少 45W5年前的技術啊 iPhone我都覺得少啊 45 但是不用緊 我是想講耶 有iPhone電梯 差點忘了 S23 Ultra 依然是有Span的 而且它這次可以用在 Samsung以外的App上面寫字 比如說 Google啦 Gmail啦 Google Map等等 OK 接下來就是S23跟S23 Plus 6.1吋跟6.6吋啊 這個外型哦 也是大突破 就是 沒有突破哦 跟上一代S22 Ultra 又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 你心情看還是有一丟就不一樣不了 大家大概就可以靠這一個東西去辨別 這一代跟上一代 1 直角變成很遠腳了 2 那個鏡頭模組本來是一個四方形的 狂狂狂著的 現在沒有了 所以鏡頭變到更加粗了 就是這兩個啦 其他東西就是一樣的 這樣有什麼不一樣呢 就是內在 我剛才講了嘛 Snapdragon 8 Gen 2特製版 S23的全系列都會用這個處理器 所以大家不會有選擇困難症耶 自拍鏡頭也是全系列12MP 然後還有Screen也是這個Cornin Gorilla Victor's Glass 2玻璃 只是電池上面有一點不同 S23 3900毫安配個25W的快充 F23 Plus 4700毫安配個45W快充 對 這是S23全系列都有四個顏色可以選 就是白色 綠色 黑色 還有一個新色 新衣超值 如果你是Online買的話 還有更多特別的顏色 你們自己去看啦 系統更新 One UI 5.1 我就挑一兩個我特別喜歡的功能來講啦 其中一個就叫做 Maintenance Mode 就是當你把手機去送修的時候 你不需要Format 你開了這個Mode之後 你的照片 影片啊 你的Bank Account 全部都會Lock起來的 等你送修完之後你拿回來 這些資料就不會被人家看到 你也可以Unlock去找回來這樣子 如果當初陳冠希有這個功能 然後也學起來Apple這個Customize Lock Screen 但是玩法有一點點不一樣啦 Laptop部分一共有三台 Galaxy Book 3 Pro Galaxy Book 3 Pro 360 還有一個Galaxy Book 3 Ultra 這個是不是新朋友啊 Book 3 Pro有14吋跟16吋的版本 有Intel Evo認證啦 Intel 13代 Core i5 跟i7處理器 16GB RAM 還有一個1TB PCIe SSE 至於Book 3 Pro 360聽音質就懂 是可以360度轉的那一種啦 16吋 Super AMOLED Screen 可以Touch screen 而且還配一支S Pen 但是我看照片 這沒有一個地方是可以收這支S Pen的啦 可能你們就放在Pocket這樣 重量是1.6KG中 厚度13mm 16GB RAM配一個1TB SSE跟剛才的一樣 最後一台 Galaxy Book 3 Ultra 這個是Samsung第一台有Ultra名字的Laptop 通常有Ultra這個字哦 都是比較厲害的 比如說人家就有這個 NVIDIA GeForce RTX 40系列Graphic Card 非常厲害 剛才我就跟阿Kan討論了 這一台哦 應該就是拿來打MacBook Pro了 肯定啦 很明顯 Solution屏幕 Intel Core i7 跟i9處理器 顯卡是RTX4050跟4070 最高32GB 但是聽起來很厲害 這一台Malaysia好像沒有賣 OK 總結來說呢 感覺今年S23系列 跟上一代的S22系列 那個差別真的小到我看不到 除了那個Apple Gen 2的處理器 還有那個夜拍有稍微提升之外哦 我真的是其餘地方 找不到哪裡有什麼大不同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問我 該不該買S23系列的話 我會說 OK啦 如果你是用這比較舊的Samsung機型的話 當然你是可以升啦 如果你是用這S22的話 我是覺得沒有這個必要 可能你們可以等下一代 好了 懶人包就到這邊了 不知道大家對於S23有什麼想法呢 你們可以留言給我知道 或者是 你們想要看我Test什麼新功能 也是可以寫下來的 等我買到新機 或者是拿到新機的時候 我再Test給你們看啦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我要回家 睡覺了 拜拜